有俄羅斯當東道主 金磚峰會才落幕 不料漏網鏡頭意外掀起話題 而導火線居然是有人 膽敢在太歲也腳上動土 仔細瞧就坐在普丁後面的 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 疑似爆出口 被踩了一腳 火大不滿 全寫在臉上 嗆美力道犀利 年紀七十四歲的拉夫羅夫 當了二十年的俄羅斯外長 是國際會議老面孔 言行舉止也時常被放大檢視 從走橫探插點跌交 不顧禮儀 公然挖鼻孔 到搖筆搏板面 甚至面對CNN資深主播 也能一展 桃色幽默 拉夫羅夫語出驚人 還包括二零二年會面時任 英相特拉斯嘲諷對方開會 沒帶耳朵來 還氣到轉身 拂袖快閃 而今遇到 不是台舉的踩腳怪客 若非普丁在場 恐怕這一口氣還吞不下來 三地新聞 金水會報導